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说其实是我们在做戏剧创作的过程中 因为要呈现很多人的故事 就好像水面下有很多钻石 你要把它捡起来 然后放到那个水面上 然后背着太阳看 哇 原来闪闪发光 我以为是一些垃圾 其实它是钻石哦 对 就是一个创作者在 我觉得在我们跟很多人工作的过程里面 发现我可以这么做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现 原来心理资商或是一些 透过戏剧去可以进行的工作 是可以很多的 很多元的 所以一开始会想要接触 我这样理解好不好 因为你做剧场工作 一定会跟人互动 可能一开始是演员 对不对 应该最早应该会是专业演员 或者职业演员 对不对 然后跟着他们的互动的过程 我想象 我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 我想象是因为 你知道戏剧工作 它其实是一个向内挖 很深很深的一件事情 就算你不是编导 你可能是演员 他其实也是一个向内的过程 才能去演出那个角色 好 我在猜是不是因为这样 你对人的那个内在的好奇 引发了你去投入这个 水面上与水面下 这种剧场的工作 是 就是我 我觉得一开始 是挖掘内心嘛 那戏剧 其实所有的创作都很残酷啦 我们自己的痛苦 会被编的礼物 对对对 因为你处理过了 然后你就把它 奉献给别人 告诉他 告诉大家说 我曾经经历过哪些挫折 然后走过哪些冤枉路 然后现在这些感受 你也有过 是 其实我们都一样平凡 是 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 在处理这样的故事 所以其实 加上你其实是用故事这个形式 把你对生命的体会 那我们如果心理学 就是说叫升华嘛 从它可能是一个混乱 然后痛苦的情绪 但是我慢慢梳理它 然后慢慢地把它变成是 可能一般人更能懂的 对 故事或者是戏剧 或者是说整合 本来可能我们对自己比较是一个 某一个特定角度的想法 就是说我就是只能当一个好女儿 或者是好太太 那如果是有其他不合于好太太 好女儿的行为模式 就是 就是一个最大恶解的事情 是 我们会压抑掉 对 我们会否认 但有一天我们要把它再重新捡起来 然后拍拍回城 其实当一个坏女人 还蛮爽的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同时有好女人跟坏女人的部分 在争取权力的时候 我们跟坏女人的部分要出现 你突然 不合理的时候要抗争 要抗争 怎么跟我们现在的时事很像 对对对 但是当面对父母或公婆 有的时候就是好女人的部分就要好好做一下 要调整 好 不过谈到这边 当然我想要先邀请你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相信 我们的听众可能还不是很懂什么叫做戏剧疗愈 因为我们平常想到的疗愈 比如说像我的工作 我是心理諮商师 我们就很习惯就是要个案告诉我们 你怎么了 你经验过什么事 那你现在怎么想这件事 然后我们会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头 不停地对谈 那戏剧疗愈 它又是怎么去 就是把它去处理 或者是怎么去碰触人的心里头的这一块呢 它比较是透过身体 因为我的工作方式 我可能就结合了舞蹈跟戏剧 让大家把内在潜意识的部分 通过一些简单的动作外化出来 比方说也许我会问大家说 你们觉得你们现在遇到的难题 是什么 可不可以用一个动作呈现出来 所以也许有个人就比一个三角形 他可能正处在一个父母子女的那个张力当中 那有的人可能把身体弯到地上 他觉得他现在在工作上卑躬屈膝 就直接用意象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会比用讲的好多 因为讲要讲很长 我这个闹想半天 他是更直观的对吧 但我们如果说三二一做出来 那会不会有人就说我不知道 你知道有时候像我们小的时候画画 比如说画画治疗的时候 他就说叫你画啊没有题目的时候 对方就我不知道 那就是两种情形 但一个是身为戏剧工作者 你要很有能力让大家 反正就三二一就很自然都做了 那因为所有人都做 他有一个通债压力 反正那其他人都做 反正不管什么就做 但就像那个潜意识嘛 你一开始做了 那个不管你做什么 那个都是有意义的 OK OK 所以某个形态 你的情感会出现 我想其实如果他没做 也是一个意义对不对 他没做也是一个意义 因为那个当下他就是一个 像以前有一个学员 他就是说 老师我都没有感觉耶 你问我说我像什么角色 那有的人说淘太郎 有的人说什么像那个小鹰的故事 小鹰 对对对 小鹰的故事不知道请Google好了 对那可是我不知道我像什么 当他开始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开始转化了 他第一次理解到说 原来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OK 是这样子隐藏了自己这么久 压抑了自己这么久 所以他下次就叫了作业 他就告诉我说 那我想了想我可能是什么样的角色 OK所以就连他并不知道 或者是就连他在当下空了的 都是他的反应 也许就是反应他过去的生命 有一段时间是空白了 对就是当下他 应该是说他意识到 他会有个insight有一个洞见 理解到说原来我不知道自己 原来我不了解自己 原来别人都可以这么轻松的 就是说我像什么 或者我理想中的一个人 我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理想中的人 可是我不知道 我找不到任何例子 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或者是一个想象中的角色 那我发现原来我都不看电影 那我还蛮好奇的 我会走进你的剧场 这个也就有趣了 是 我想我大学 我好像高中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想我要去参加戏剧社 对 我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参加 我只是觉得好像会在美光灯下 我想一般人对戏剧的想象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戏剧最大的效果真的就是 让自己被图写 OK 被注视 他自己就是个载体了 他不再透过语言另外一个东西去传递 他用他自己在传递 对 所以家里一开始讲了说 我们在最开始创作的时候 是先挖自己嘛 对 因为那时候有满满的表现欲 对 我想要被肯定想要挖到 想要更了解自己 但是这个了解 这个自己好像很想要 就是被人家看到 而且是很好的那样 这一开始 然后后来慢慢发现说 其实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他还是可以 有勇气去公开的让别人知道 那当过了这一关之后 就比较海阔天空了 OK 因为我可以接受说 我有好的部分 我有坏的部分 甚至我不怕在别人面前 我不用一直顾虑人家怎么想我 怎么去看待你 我觉得用戏剧这个东西 当美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为什么呢 观众我想 你一定知道我们看戏啊 一面一定会有好人或坏人 一出戏如果都只有好人 或都只有坏人 它的冲突就会没有办法发生 所以我们在看戏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角色是多元的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知道 我们会知道情节也是 起起伏伏的 如果一个励志的电影啊 从第一分钟到第一百二十分钟 全部都是打赢的 你根本就不会想要看 对你可能十分钟 然后呢 这是一个 我们看它不断克服 对 我们想要看的是克服这件事 所以在戏剧里头 所有的阴暗 所有的不好 其实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位置 去展演出来 而且它会变成是非常吸引人的点 因为我们都会发现说 原来我不孤单 原来有人跟我一样 原舞台上那个英雄 他现在很狗熊 是是是 这个部分跟我很像 所以我有一天 其实我也可以走自己这趟英雄的旅程 你讲到英雄旅程的时候 我觉得为什么戏剧吸引人 或者为什么戏剧疗愈这件事情 它可以成立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在展演我们人类共通的那个阴影 或者是还没有处理完的议题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在其他的层面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 我们一定都要是OK的 我们随时都要是非常准备好的 对 我们不允许那个不好跑出来 可是所有的情节 所有的故事你去看 它全部 不管它是在讲什么励志的 还是推理的 还是科幻 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很 很更高的人性的议题 在那里 要处理 没错 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个个案 他就说他已经都求神问补了 然后在工作上非常不顺利 然后也很忧郁焦虑 所以他跑去电瑜伽 当然也拜拜 可是一直觉得不快乐 然后看到我们戏剧课程说 成为一个更悠悠自在的自己 然后他就跑来 他想知道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悠悠自在的自己 然后在工作当中 他也才领悟到说 其实他 他本身就已经够好了 那不需要再追求更多别人的肯定 肯定 那个肯 就是我之前用过一个比喻 我就说每个人可能都像一张纸 不管是卫生纸 或者是那个 AVLE纸 或者是那种很漂亮的涂画纸彩色纸 那你在折纸的时候 那纸就会慢慢的蜷缩起来 但是你会发现 大家各位听众可以试试看 它会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再伸展 再弹开来 再弹开来 其实每一种纸的材质 它的速度不一样 最后都还是会弹开来 不管我把它揉得有多紧 它会慢慢慢慢的伸展 然后弹开来 那所以其实这就让我想到说 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 能够自己恢复的复原力 OK 然后不管说你曾经在上面 你被怎么样揉皱 有多少折痕 那些裂痕就是你生命的痕迹 是吗 其实只要你没有被撕毁 你不要自己撕毁自己 不要自己撕毁自己 这样子还在 那所有折痕都是你生命的一个 也许甚至是勋章 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华文 对 有句话就是说 如果生命没有裂痕 就没有办法入位嘛 对不对 就不够深刻嘛 那生命没有折合 没有华文 可能太无聊了 对对对 那张纸好像就少了一点 要去看它 对 那我们就可以自己去加色彩 OK OK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 戏剧疗愈是什么了 OK 那我也很好奇 那为什么要叫 水面上与水面下 它跟戏剧又有什么关系 其实它就是 舞台上跟舞台下 因为我们经常把 我会跟很多民众工作 然后把他们的故事 转化成戏剧的形式 在呈现在舞台上 然后有一种就是说 就像我们两个 现在在互相对谈 对谈的对望 两个眼睛在互相凝视 四个眼睛互相凝视的时候 就很像水面上与水面下 那种情感交流 还有互相看见 重点是能够互相看见 OK 那当然萨迪尔的 冰山理论也是 就是我们把水面下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想办法让它能够 提取到水面上 这也是吸取疗愈的 一个很棒的功能 好 所以水面上与水面下 我听到的是一个区隔 好像有一个上跟下 然后好像有一些差别 但我同时又听到的事情是 它也就是整合的开始 对然后它是它的互相交流 其实就是搬到舞台上演完 之后会对自己有启发 会对看的人有启发 是 所以它又开始影响水面下的 很多东西 好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大家如果听到这边 觉得到底是什么 讲白话 大家最能理解 比如说水面上叫做意识 就是我们大家 你现在在听这一段访谈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但是水面下呢 也还有点像是潜意识 maybe这一段的某个故事 触动到了你 可是你的潜意识收到了 但你的意识还没准备好 它可能就先收着放着 或者先就是在那里 那很多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 长期听我们的听众都会知道 潜意识其实是很庞大的 而且其实是很丰富的 对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大部分都只能知觉在 水面上的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我听到这边 我觉得戏剧疗愈 有一点像是 我们通常在水面上的时候 呼吸的是比较顺畅的 我们习惯对不对 对 我们会觉得这是最舒服的 那除非你有特别经过练习 你会游泳 好 比如说你可能长期做自我关照 或者有去接触身心灵 或者心理学这些东西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知识 进到潜意识里头 去看一看这里面是什么 好那看完了之后 因为大部分我们都不长在水里嘛 所以你还是要回来 对那我觉得戏剧疗愈 有一点像是 你就算不会游泳也没有关系 对 那有很优秀的导演 或者我们叫做 比如说你去潜水好了 就会有教练 告诉你的装备是安全的 这里是安全的 那他带着你 带着那个我们背的装备 我们就到水底去探险 对 OK 那我也觉得说那个水面 其实戏剧疗愈还蛮好玩的 它最重要就是好玩 因为你们可能会发现 你们就是在一个很充满 就是在一个黑胶地板上 然后很舒服的在你滚来滚去 然后像那种你五六岁的时候啊 这样跑来跑去啊 在校园里面玩啊 笑啊 然后就演戏或者是玩游戏 可是什么玩着玩着玩着 忽然之间你就有一些新的发现 所以我可以说 戏剧疗愈它 它还蛮鼓励人回到孩子的状态吗 对 它蛮鼓励人卸下所有的社交面具 就是不要说 我现在也要像大人一样 我一定要说一些很正确的 就像现在我好像要 就防弹 我要说 我要掌握节奏这样子 我现在是个大人的样子 对不对 但是我们同时可以有那个赤子之心啦 那在戏剧疗愈的场域里面 我们就 就什么 什么话都可以讲 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 就比如说 我小时候最常做一件事情 或者我最想要成为一个人 然后也许是一个捡垃圾的人 因为我觉得 捡垃圾可以维护世界的 清洁 或者好伟大 或就是 其实什么都可以说 那但什么都可以说的时候 我就好奇 因为 我自己带团体的时候 就会 看见有些东西 它如果隐藏很久 然后它终于在今天 不知道可能环境很安全 或者它今天 某个东西触动它 它说出来了 那有没有在你的经验里头 在你指导 或者是你带领的过程当中 那个东西出来了 然后 无法说 对对对 或者是 不一定要到无法 或者是说 你印象深刻 就是 它震撼到了现场 其他的人 我觉得带这个例子 可能观众会更能想象 我可能是因为个性 或者我风格的关系 因为我也比较像水一样 我就是很柔软这样的 然后承载 那 所以原则上 我都不会push大家 对 那如果我察觉到有点 我都会很小心 因为我觉得 如果好像不太适合的话 我就会赶快收 OK 或者我都会说 你们不想讲都不要讲 OK 让他们感觉安全 对 那再来另外一个是 因为我主要是用游戏 或者是演戏 或者是用比喻的 盈喻的方式工作 OK 所以他不会直接的 一开始就去讲 他的创伤 OK 所以通常可能是 他是在整个身体 完全放松了 OK 就开始感觉信任 很安全了 然后也听到伙伴人 开始讲 然后自己讲一点 那开始他就越讲越多 然后在我们 他忽然就很想讲 然后他就说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是很轻松的 OK 我只是去主持 去让大家觉得安全 是有点温暖 好 所以如果对佳容的导演 或者剧场 或者他将来 等一下我们会说 他的活动有兴趣 我先跟大家讲 是安全的 对对对 是安全的 在这里面 不会有让你觉得 会不会我自己 我要被逼着 去面对什么 或者是其他人的东西 我会不会要一起 承受着 我的情形通常是 所有学员会跑来跟我说 老师我想要处理什么 我想要讲什么 给我一个时间 或者说 我想要单独再组一个团体 找几个同学 然后另外有一个团体 老师你帮我来处理 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形 好 那这样我也就好奇 因为你这么常跟人互动 有这么多议题 那你都是怎么决定 接下来你的创作要走哪一条 比如说我在开录之前 我们有谈到你七月的新系是 欧菲斯星球 听不懂会不会叫做 欧菲斯星球 他在谈职场 对对对对 这都是这个idea 或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 对好 那先跟观众说明一下 就是我一方面在做戏剧疗愈 那戏剧疗愈是一个保密团体 对对 当然有的是在机构里面的 有的是在学校 或是社会大众 比如国富经济馆那种 他是比较是对公开大众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属于创作的部分 那我们就召集一群人 也许有时候是跟基金会合作 所以他们会准备一群人给我 那有时候是我自己想要做 那我们就召集一群人 那我们就邀请每一个人说故事 然后说完故事之后 我们就去整理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都经历很多自我挖掘 然后去重新面对他某些部分 然后就找到答案 然后这个东西都已经处理过之后 对每一个人是安全的 然后愿意在舞台上 可能是改编的方式 就不是他们自己的故事了 应该是说 所有的故事经过诉说 都还是会有一点改编的部分 OK 那他能够接受说 我今天是公开的 让别人知道 这个故事可能是我的 有很多90%就是我的故事 OK 大家有这个心理的准备 准备了 他甚至很愿意了 然后才会对大众演出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会蛮尊重每个人的 那一开始我会有一个主题 比如说我想要处理家的议题 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重新回到 一个理想中的家 这是一种 那这次欧菲斯星球是 我们每个 就是我们只要活着 好像就不能脱离工作 除非你是亿万富翁好了 亿万富翁也不一定没有工作 或者是你的修行人 你真的每天自己种菜 是 那所以 我觉得好像在生活当中 那职场文化 完全脱离不了我们 就算去便利草长 你还是会跟店员接触到 那是他的工作 对那是他的工作 就算我是家庭主妇 所以 那这个 怎么样在这个职场中 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 然后怎么样 跟别人应对今天很舒服 这个是我好奇的 这是你好奇 就是你个人有一个好奇 对对 因为我戏剧这个东西啊 就会有很多游戏 我刚刚说很多游戏 它很适合做那个社交互动 还有人机训练 所以就会发现说 那真的每个人的反应模式 跟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特别是我还有跟选 泛肢弊症的 亚斯伯格症的家长 孩子们工作 跟人家觉得说 如果今天我弄一出戏 弄一个团体 是邀请这些亚斯伯格症的成人 是本人哦 对 然后再把另外一群 各行各业的 甚至有老板啊 行销 公关 业务 业务 然后有 就是有不同形形色色 职业的跟他们放在一起 大家是不是能够互相成长 嗯 理解更多 那并不是只是把 亚斯伯格特质的成人 当作是一个病人 哦 OK 而就是 就是一个多元文化 人类的多元特质当中的 就是这个现象 你这样的讲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互动起来 会非常有趣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自己啊 我其实在前面的书 也有导读过 我们 我自己也是在开业之后 然后因为我教授的 也都是成人 大众 然后我就开始发现 我的学院里头 有一群人 他们超优秀 专业的表现上面 他们的工作能力 非常的好 OK 但是你跟他互动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落差感 很大的落差感是 好像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 他听不是很懂你的话 对 你要用非常简单 甚至直接 对 就是你不要再很委婉了 对 你跟他讲 那种很 很像有的时候 我们是默契 有没有 迂回这样子 或者不是迂回 我觉得这应该是 人与人之间的默契 他们连这个都没有 对 那一开始 一开始我刚接触到 第一个人的时候 我当然也有想过 亚斯伯格的这个 症状跟判断 是是是 那我也觉得是 可是我心里想说 就算他是 然后呢 对 他还是要在 这个上 去做主管期待的工作 还是要把事情做好 对 对对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 这群人不会受伤 因为我们就会觉得 他们好像比较不在乎人 但是我的经验是 其实他们 他们是受伤了 他们这件事情做不好 他知道他不会 可是他 他对他人的那个情感 就是对 别人怎么对待他 哪些叫好 哪些叫不 他还是分辨得出来 对对对 可能是对于 别人心里在想什么 他想 很困难 对对对对 但是对于自己 好像造成这个状况 是 还有别人好像 真的就是 对自己没有好脸色 等等这些事情 他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他们基本上就是很理性的思维 他们需要很直接 比如说 三十分钟内不要打扰我 不要靠近我 三十分钟 我可以那里距离 就是你给他这种 非常明确的指示 他就会觉得 好轻松 对 我都不用猜 对 这样就对了 你知道他会勾引到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 我们没有那么喜欢 直接的人 他真的需要一点 适应的能力 你知道吗 刚开始我就想说 我跟你讲话 要讲到这么直 其实他就勾引到 我觉得 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 我讲话都好像要 包装过 或者打磨过 对 那面对有一些人 他直来直往的时候 不是很好吗 对 这也是让我反思 就像你说的 有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想说 我要照顾你的面子 我不想做得那么白 我想你到为止 你应该自己要听懂 但是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我们也不用这么的小心 我们就干脆就直来直往嘛 不过我相信这里头 他并不是 两个选一个 并不是 对 打磨或者直来直往 他都有很多的check 或者核对 眼前这个人 他需要的是什么 或我跟你的关系 怎么样互动 是舒服的 对 所以我觉得常常 我都会觉得 人际关系 它没有标准答案 它很多时候都是 我们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对自己 对他人都有更深刻的理解 对 就是怎么合作 两个怎么样去打 去有一个默契 那如果是以 亚斯伯格症特质的成人 照成峰为医师说 那去台湾可能有两百万人 有 十分之一 对 就根据那国际BAP的研究 那所以呢 我们身边可能也都有这些 你觉得好像 他现在第一时间会 不是很懂你的话的人 可是他们并不是笨 也并不是能力差 所以如果我们都能够学会 刚刚嘉宁说的这些方法 然后就是找到一个合作的可能 是 彼此都会更快 那你们的戏里头 或这个剧场里头 会有这个机会吗 让大家或者来参与的人 有机会去跟他们互动一下下感受 会会哦 因为我们剧场特色就是互动 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是 就是一开场的时候就是 应该说话说 在宇宙当中有形形色色的星球嘛 有个叫贝玛丽星球 有个叫做弗莱迪星球 有个叫做那个 拉弗星球 love星球 聪明哦 对啊 家庭啦 朋友啦 那但是我们很不幸的 我们是活在地球上 所以一切都没有那么理想 是 那现在有一群人 他知道说在非常遥远的光年之外 有一个贝玛丽星球 这里是一个充满美 就是最美好的理想的职场 嗯 里面寄托 就是里面就是我们最梦想的地方 嗯 那我们在那边也可以成为我们梦想中的 的样子 对的样子 所以这群人要出发了 是 那观众呢 你也要跟着一起出发哦 嗯 是 那所以你要在上船之前 你可能一定要要说 你为什么要出发 哦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 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 你在这个地球上 毋非是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要出发呢 嗯 为了赚更好的钱吗 嗯 还是为了要给 你的太太一个新的钻戒 嗯 你可能有各式各样自己的理由 OK 那如果你出发 你要带什么东西啊 嗯 是 带一个新的学历呢 嗯 毕业证书 是 还是你要带 呃 一个长官的推荐函 嗯 还是你要带一封爸爸写给你的信 嗯 嗯 你要 这些是我现在正在构思的 嗯 所以观众会跟着一起去进行这一趟旅程 嗯 然后也理解 看见别人在职场上面 嗯 的一些冲突 冲撞 对不对 每个人都会稍微 呃 讲一下说 那他在这个地球 欧菲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大家期待的 那个 那个欧菲斯星球 嗯 有哪 比如说你学那边的所有的人都非常的 呃 理性 嗯 从来不会情感用事 哦 这应该是理想呢 还是另外一种煎熬 哦 对 对 这是很难讲 所以这个是我想在这段行程中 大家可以好好激荡讨论一下 对去体会的 好 那嘉隆如果想参加 或者是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他要怎么知道 嗯 他可以去两厅院售票网 说去水面上与水面下 剧场 所以是打水面上与水面下剧场 对 那我们这个系叫做欧菲斯星球 欧菲斯星球 欧是 就像文化变革 欧洲的那个欧菲是那个 菲律宾的菲 菲律宾的菲斯 是斯文的斯啊 欧菲斯星球 对 那我们现在有在进行一个募资计划 嗯 Flying V 哦 那这个题目叫做温柔的社会转化 嗯 水面上与水面下剧场 嗯 2019年新作欧菲斯星球 嗯 就因为我们这十年来都一直在社府机构 是 或者是各种学校 就不一样的单位啦 我已经走过七八十个单位了 呀呀呀 那跟大家去 呃 推动 嗯 到底可以怎么帮忙自己 嗯 嗯 那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参与式艺术 是 我们透过艺术的媒材 透过艺术的方法 让每一个人在里面 呃 去看见自己生命的可能 好 呃 对于佳蓉他的过程 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 非常鼓励 你可以读水面上与水面下这本书 哦 我现在讲的是书 其实这本书呢 我认真地看完 它前面有关于 教我们对于艺术疗愈的 呃 戏剧疗愈的这个 他的见解或他的看法 然后也有一些工作法 对工作方法 然后有一些 呃 例子 食物的例子 我觉得很丰富 所以如果今天的这个访谈让你出动到 诶 我也想试试看戏剧疗愈 因为我直接受够一直讲话 这样子 我想 对对对 你想要体验一下 用身体体验嘛 对不对 用身体或者回到更自己 更根本 身体是你的可能 可是你可能跟他很疏离 对 好 那我们透过这一个交流 今天你也认识了嘉荣导演 那有机会的话 走进他的剧场 我拿起他的书 理解到 其实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让是我们认识自己 对对对 没错 所以只要打我们的水面上与水面下 就好了 OK 有书店 有书 书 然后有新戏 希望大家能够觉得说 戏剧是一个非常方便 努力好用的技术 是 那你可以为自己和你的家人 去让你的人生更美好 好 我相信你的会 好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